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海南华侨华人变五周 天下故事会穷周 海口广播电视台华侨华人故事类节目正在播出 幸福海口爱你已久 泉泉赤子心浓浓故乡情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 由海口市硅谷华侨联合会和海口广播电视台 联媒打造的华侨华人故事类节目 海南华侨 我是吴俊 在澳大利亚悉尼 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穷级女律师 她是明朝海南著名的大才子 当朝宰相邱俊的二十三代后人 她叫邱凯蒂 她不仅在华人圈有着极佳的口碑 也在西方人占据主导地位的澳大利亚法律界产生重要影响 如今的邱律师在悉尼北部管理着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承办着各类案件 托举着社会公平正义的天平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三十多年前 她是一个连英语都不会说 读哪所大学都没有头绪的普通留学生 这中间经历了哪一些困苦和挫折 今天让我们走进她的故事 眼前的邱凯蒂 披肩的浓发散发出自由的气息 饱满圆润的脸颊 衬托出东方女性的丰富而内敛 举手投足中 柔和了东西方文化不同的韵味 这次回到家乡海口 除了探亲 她还有一项工作计划 就是成立海南第一家外企律师事务所 并与海口当地的律师事务所洽谈合作事宜 签署合作协议 走过了知命之年 邱凯蒂显得更加干练 从1988年到澳洲留学 至今已经三十余年 在去澳大利亚之前 实质改革开放的初期 新思潮 出国潮 运移着无限的机会和希望 为了不辜负大号的年华 尽管不会英语 邱凯蒂还是决定孤身一人 到澳洲留学 去那里以后就通过朋友 介绍一个海南人 他就来接我 接我呢 他就把我送到唐人街去 当街去当时就租了一个房间 哇 好贵哦 七十多块钱澳币一个星期 那个时候其实多块钱 要三百多块人民币哦 但我虽然说 家里给了我一些钱带过去 那我住了一两个星期 哇 那钱马上就完了 在人人羡慕的浪漫之都悉尼 邱凯蒂却感觉不到 丝毫的美好与惬意 相反的 他几乎成为当地人群中的异类 语言成了邱凯蒂最大的难关 没有英语基础的他 与外界接触的情景 经常处于大眼瞪小眼 啥也听不懂的状态 除此之外 本来就羞涩的行囊 很快又让他陷入 经济危机的困境 他说那种孤独 压力与无助 现在想想还感到后怕 那时候小啊 二十几岁 然后一架子去了国外 又不会说英语 后来我就每天读英语 我真的每天读英语 我除了晚上闭上眼睛以外 我每天有一个小本质 张开眼睛就从那个床头底上 把那个本质拿出来 就背影单词 然后晚上睡觉 就把那个本质放在床头底下 然后以后呢 就直到我睡觉为止 有的时候有些英语单词不懂 又不知道怎么读 坐上火车 我就故意找一个外国人 坐的地方 就跟他坐在旁边 就问他 这个英语单诚怎么读啊 他就说 他就教我怎么读 我就这样学 由于语言的障碍 面对申报大学的选择 秋海地总要刻意挑一些 校址偏远 或者知名度偏低的 二三流大学 即便如此 仍然屡屡悲剧 使他一度心灰意冷 甚至做好了回国的准备 就在他向唯一 没有尝试过的 悉尼大学 投去申请之后 也许是他的执着 打动了命运之神 他终于获得了 唯一的求学机会 因为你的英语 还没有达到那个水平 而写论文都写英文的 但是有一个好兴趣 有一个教授 他是华人 他说我介绍你 做我的学生 然后他就一直引导我 然后我读完那个 悉尼大学 读完那个文学硕士以后 写了个论文 然后就毕业了 邱凯蒂在悉尼大学 一口气拿下了文学学士 文学硕士和教育学士三章文凭 毕业以后 邱凯蒂在一所学校里 兼任小学和初中教师 随着对当地社会了解的深入 他逐渐意识到 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发展 首先必须善于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捍卫个人的尊严 这一切都离不开 法律的保驾护航 他于是萌生了 当律师的念头 法律大学一上课 那个导师就给了你 厚厚的一扎的那个问题 你回去读好了 他们那边的教学 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都靠你自己去 去调查 自己去研究 自己去分析 自己把那个问题给解决了 他从小就排斥你这个 在学校也是这样子 我们教科也是这样子 所以这是外国人 他们很独立的一个 法律 作为人们社会行为的 约束和规范 具有不同文化观念的因素 身为东方人 邱凯蒂对出自英国法律体系的 澳大利亚法律 需要新的学习观念 遇到不懂的问题 他就虚心求教 无论是同班同学 还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都成为他的老师 直到得出满意的答案 同时 他还是律师事务所的兼职人员 使他的理论和实践相得益彰 从接手第一个案件起 邱凯蒂就把忠于真相 和公平公正的法律精神 铭刻心头 后来我一回到我们那个办公室 那个经理说 哎呀 他说你干嘛不能得到言及 你干嘛不狡辩 我说没办法狡辩 我说你们错了 我说你们 这个事实已经表明了 这个信已经是过期了 是你们失误了 你要让我跟法官说假话吗 你要让我跟你辩护 我说不能跟你辩护 我说对不起 后来他就很不高兴 经过五年繁重而充实的学习后 邱凯蒂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 从此开始了律师的职业生涯 虽然律师职业高收入高地位 但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 邱凯蒂在这样的环境中 获得了自我超越 他努力认真的工作态度 让西方同事刮目相看 律师的工作也让邱凯蒂 对当地社会有了更深入的感知 他不仅了解和认识到 澳大利亚人对于维护 自己权益中固执的一面 也体会到澳大利亚 法律条款中温馨的人情味 更熟知了华人 在海外打官司时 会选择的处理方式 律师的工作本身 是一个很挑战性的工作 而且我愿意 我喜欢写到新的东西 我很喜欢做挑战的东西 因为他会 他会英文是challenging 他会challenging your mind 就是挑战你的脑子 和挑战你的思维 OK 然后很多事情 像这种事情 你要花心思 你要看这个案子 你要找案件 这个东西本身的过程 是一个非常压力的工作 因为你知道吗 一般的情况下 如果你要上情开庭一天 那么你这案子 你最少要花两天的时间 去准备 一天的上庭 如果你这个案子 上庭两天的听案 那你就要花四天到五天 在上庭之前的 就是准备这个案子 因为你要看案列 你要看宪法 无论案件的大小 邱凯蒂都会秉承当地 天赋人权 生而平等的法律宗旨 轻情投入 以求尽善尽累 由于对澳大利亚法律 缺乏深度理解 很多在澳华人 法律意识淡薄 常常遭受侵权 而浑然不绝 我们华人有的时候 法律意识可能不是很强 有的时候用英语问的事情 他们不一定能真正了解 理解那个意识 那么我们作为华人历史来讲 我们比较了解华人的文化 而且我在那边三十多年 我对深入这个西方国家 我是很深入了他们这个国家 这个西方国家的文化 所以我就起了一个 很大的桥梁作用 邱凯蒂思维敏捷 口才出众 是法庭上的常胜之师 逐渐在西方人 占主导地位的澳大利亚法律界 创出了一片天地 树立了个人的知名度 在律师事务所任职几年后 邱凯蒂就决定离职自立门户 随后他买了办公楼 创办了邱氏律师事务所 随着业务范围的扩大 律师事务所的规模也逐步发展 如今 律所办公室已经坐落在悉尼最出名的富人区 有十几名律师承办各类案件 专精的业务能力涉及广泛的服务领域 包括宪法 并购 智慧财产 房地产与次贷相关议题等各个方面 律师的职责就回到我刚刚说的 本身的职责就是一个公正的化身 就是要保护人民的利益和公平 除了专业领域表现突出 邱凯蒂也是赋予人文关怀精神的律师 热心于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家住悉尼政府联租房的从老先生 遇到了一件麻烦事 他收到了政府部门寄来的一千多元的罚款单 从老先生很是纳闷 原来澳大利亚凡是有刑事法案开庭 都需要一些公民陪审 而从老被选中成为公民陪审员 但是他不会英语 没看懂寄来的陪审通知 也就没有出席陪审 违反了澳大利亚的法律 收到罚款单后他非常焦急 多方打听后 听说有一位可以为他免费申辩的华人女律师 这么大年纪了 你来澳洲 你也不会说英语 你一个人在一起 没有人照顾你 也没人帮你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会想办法 让他能不能产生一种对老人的 像这样 免费为华人提供法律服务已经近十年了 这其中大大小小上百场官司 免收律师费超过30万澳元以上 近年来 随着中澳两国之间频繁的贸易往来 不少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遭受法律纠纷 甚至商业欺诈等案件 秋凯蒂对此一直热情提供咨询和帮助 并致力于中澳两国法律界的交流 他经常往来于澳大利亚和家乡海南之间 为海南律师界做了多次的讲座 并参加一些法律活动 此外 他还邀请海南的律师前往澳大利亚交流学习 加深他们对西方法律机构的办案程序和理念的认识 我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 我已经跟海南各界的历史事务所合作 我多次被海南律师协会邀请过来做法律讲座和座谈 讲解中西方文化和中西方法律的差异 跟海南很多律师做了很多交谈和交流 第三年海南有了第一批二十三位律师 到了澳大利亚去考察 我亲自带他们去了澳洲的地区法院 中级法院到高级法院 家庭法院 让他们亲自到了法院去听案 当场现场听到了澳洲他们法官和律师 当时的表演和说话是怎么样陈述案子的 三十年间 邱凯蒂设过万水千山 从一个年轻的留学生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 三十年间 海南和神州大地 共同诠释着改革开放的历史含义 描画出天上人间的空前巨变 相伴的成长 家乡常常成为邱凯蒂身边的影子 他不时带着两个混血女儿回家探亲 看看家乡的新老街区 回味旧日的影像 冥想新区的前世 海南有很大的变化 说老实话 我八八年出去的时候 海南只是那条小街 所以现在我是不能出门的 我会除了说普通话 还看起来是中国人 而且会说海南话 路我根本是真的是不认识 因为我不出去 不知道那些路东南西北在哪里 所以海南的变化太大了 海南这三十年的变化是不可想象的 职业经历 让邱凯蒂养成了喜欢思考的习惯和高度的洞察力 一路走来 他寄来了丰富的工作经验 但他从不降低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精益求精 西逢中央给予海南的利好政策 邱凯蒂意识到了返普家乡的历史机遇 为了让海南的法制环境 尽快跟国际接轨 邱凯蒂已申请在海南设立第一家外企律所办事处 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他希望为打造海南的国际化制度环境 添砖加瓦 这样的话就会帮到我们很多海南或者是华人 会到国外去投资 帮到给他们一些法律上的取行和保护 同时也给那些外商外企 让想到海南来投资 因为这样的话会给他们增加很大的信心和安全感 因为我们可以用英语跟他高通 而且他们会知道一个澳大利亚的历史在这边了解西方文化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会帮到我们海南 会助建我们海南的世贸 期的发展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而且很愿意为家乡贡献 而且我相信我们历史事务所将来 会在这边起到了很大的桥梁作用 邱凯蒂还入选《海南历史人物转路》一书 他还成为海南国际仲裁院海南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 你带着荆棘的皇冠而来 你握着正义的宝剑而来 有人曾这样描述律师的职业形象 作为一个女律师 邱凯蒂的荆棘皇冠更像玫瑰的内涵 带刺却绽放着热情的色彩 他的正义之剑不是冷峻的寒气 而是良知的光芒 他用自己的真诚和智慧捍卫着人的尊严 维护着社会的秩序 好的 请继续关注下面的内容 日前 由中国侨连亲情中华艺术团带来的精彩文艺演出 在琼海万宁两地相继举办 为当地的侨界群众送来了丰盛的文化大餐 共同汲取了文化中的精神力量 中国侨连亲情中华品牌 在国内外具有极高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在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 凝聚乔心乔力 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台文艺节目 我们经营了精心的设计 一个是从舞蹈场来说 我们选择的舞蹈节目 都是和当地的风土人情 人民传统有关系 我们选择的歌曲 大家很多都是能混起人们美好回忆的这一歌曲 这一节目就是 这一歌曲不光好听 而且能勾起人美好的回忆 激发我们海外侨豹的架构循环 海南文化元素的众多歌曲和舞蹈 引发了现场观众的共鸣 现场掌声和喝彩声此起彼伏 而来自北京的艺术家们 更是用专业的表演 饱满的热情与天籁般的嗓音 为大家深情现场 既有荣花 今夜茉莉花等耳术能详的经典名曲 也有《我爱你中国》《我的祖国》《共和国之恋》等弘扬主旋律的曲目 有传统戏曲黄梅戏 也有具有民族特色的鰻鱼演唱 他们的亲情演唱 让高亢优美的旋律 在宁静的夜空中久久回荡 获得了市民和乔学们的纷纷称赞 中国乔联亲情中华文化品牌 自2008年以来 先后组织了230多个艺术团 赴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座城市 举办了海外巡演1000多场 所到之处充分展示了 中华优秀文化艺术的独特魅力 赢得了广大侨界群众和有关部门的广泛赞誉 中国乔联精心组织地清醒中华走建海南 在琼海市万宁市的两场营出 给海南桥乡人民带来了丰盛的文化大参加 极大的鼓舞海南桥乡人民建设美好新海南的金气神 必将为海南自由贸易适应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做出桥界 中国乔联文化部部长刘奇 省乔联主席黎财旺和琼海万宁两地的领导 和各界群众近500人共同观看了演出 3月1日上午 纪念南桥机工回国抗战80周年 即庆祝海口市南桥机工卷属联谊会成立两周年大会 在海口市举行 海口市乔联和海口市南桥机工卷属联谊协会成员 共30多人参加此次活动 海口市南桥机工卷属联谊会前会长叶军 首先组织南桥机工后代 在南桥机工雕像前集体缅怀先辈 再次聚首在南桥机工雕像前 先辈们舍身救国的精神振奋人心 把大家召集起来发扬我们父辈 当年那种爱国的热情 80年前我们的先辈从南洋回国参加抗战 那个是1939年的2月18号 那两天刚好就是大年三十 第一批回国的时候 八十清风就是在那天回国的 所以我们今天来纪念这个活动 就是要缅怀我们亲辈们 他们当年的这个爱国主义政神 1939年 三千多名南桥机工 在祖国危难时刻不顾一切 回国抗战 保家卫国 其中有800多人是穷级南桥机工 为了纪念南桥机工先辈们的壮烈事迹 海口市南桥机工眷属联谊会前会长叶军 于2017年带头成立 海口市南桥机工眷属联谊协会 今年正值南桥机工回国抗战八十周年 和南桥机工眷属联谊协会成立两周年 特举办此次活动 悼念先辈 激励后人 我们作为解答单位 支持这个海口市南桥机工眷属联谊会 他们搞一系列活动是为了怀念他们父辈 所以南桥机工在我们中华民族面临威王的时候 能够从南洋抛家舍业 回来参加抗治 就在我们整个中国 乃至这个东南亚地区 反抗法式是先例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英雄的壮举 那么他们的后代能够聚集起来 能够更好地挖掘和保护好这段历史 那么也是为了让我们后人能够永远继续这段历史 而不忘出现来自使命 能够让大家更好地在进攻新时代 在甲信心周围共同为我们的自由贸易区和 中国特色的那种建设 多致公信 助力我们的美好新海外建设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先辈们永垂不朽的精神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更应该牢记于心 健于行 以西地忽简 伤害 已形成 别让二手烟毒害你身边的人 拒绝 二手烟 幸福海口 爱你已久 以上就是本期海南华侨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看